记者钟洪良台北报道,是邻居新儿童乐园、天文科学教育馆、科学教育馆及美轮公园彼此相邻,但过去却被车道切割成不同区域,北市府去年将车道改为行人徒步区,将分散的馆区透过街区缝合整合为台北科学艺术园区,让民众可以毫无阻碍地穿坐在各馆之间。 而行人徒步区也采透水铺面工法,可减少地面积水,也可以降低地表温度。 台北市副市长林钦荣今天视察表示,目前3万亿元每年可以达到300万人次,预计改建后可吸引350万人次。 台北科学艺术园区计划总经费约10亿3000万元,市府出资4亿元,科教馆约6亿3000万元。 其中包括道路更新工程、智慧行路灯设置、湿地公园及大客车停车厂兴建工程及科教馆户外景观改造等,各项子计划也预计将于2021年全数完工。 林钦荣表示,道路逢何预计在今年8月完工,而天文馆内部刚整理完毕,科教馆内装8月也完成,未来三馆议员将有机会可以一起整合行销,包括未来把国际科教展览移来举办,也会考虑推动套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